近期诺罗病毒升温 上个星期腹泻就诊就超过13.9万人 医师说这诺罗病毒的传染力强 病患在旁呕吐 这病毒飘散在空中 附近的人就有可能会受感染 夸张的是一人中全家都中 可怕的是这诺罗病毒 没有疫苗可以施大 连酒精也无法消毒 那你有可能是得到最近冬天 最著名的诺罗病毒 病患腹泻全身无力看诊 近期诺罗病毒升温 上个礼拜腹泻就诊超过13万人 其中64起腹泻群聚感染 病源以诺罗病毒为主 高于去年同期 吸附力非常的强 然后主要的话 就是经过粪口传染 医师表示诺罗病毒 是一种非细菌性 急性肠胃炎的病毒 症状包含了恶心 呕吐 肚子痛 发烧及脱水等等 传染力非常的强 少量病毒就能够传播 但更恐怖的是 一个人中全家中 如果有病患正在呕吐 其他旁边的人 吸到溅起来的飞沫 就会被感染 诺罗病毒没有疫苗可以施打 连酒精都没有办法消毒 医师表示 预防诺罗病毒除了擒洗手 还可以用稀释漂白水 或特殊病毒制剂消毒 另外食物最好要煮熟再吃 除了诺罗病毒升温 17号国内新冠本土疫情 新增19658例 虽然比上个礼拜二同期 减少了大约19.8% 不过春节即将到来 一是担心 由于新变异株XBB.1.5 传染力比目前国内流行的 BA.5高出两到三倍 在美国占了四成的感染 指挥中心不能只关注 大陆疫情 也要对美国病毒株 XBB.1.5加强防范 就是要观察 XBB.1.5跟BQ.1.1 到底会不会在台湾 造成大流行 可能会再拖两三个月 国内整体疫情 可能会拖更久 指挥中心16号召开专家会议 台大公卫教授陈秀希表示 多数专家建议延续 孩童跟脆弱族群 疫苗施打政策 至于接种间隔时间 目前尚未有定论